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欢瑞投资了《长津湖》也拍摄了《全羽莉》 但很显然还是将《国偶》剧放在第一位 旗下依然纷纷拿到《国偶》的饼 诚意的陈香如穴 张雨昕的《千秋岭》 《圆冰岩》的《落花世界》又逢君 甚至连已经出走的秦俊杰 最后一部戏都得搭档《红梦瑶》 来部《国偶》剧《遥相传奇》 此外 欢瑞末尾的几位新人 孙泽源 黄毅 杨甘子 其实也在慢慢地在国偶剧中现身 只因国偶剧实在太戏粉 一部剧便极有可能成为大咖 据悉呢 欢瑞再拿下一部《国偶》版权 原著评分8.4 看到男主人设网友也不免表示 简直为诚意连扬身定作 这个版权呢 便是腾平的长篇系列小说 《吉祥文莲花楼》 该书呢 于2009年出版 豆瓣评分高达8.4分 在该剧的相关信息中显示 《吉祥文莲花楼》呢 是欢瑞影视公司出品的电视剧 预计在2016年开机 但很显然 2016年它未能如愿开机 如今显示的是2022年的制作 相关演员一栏呢 也出现了陈毅的名字 陈毅本来就是欢瑞力捧的对象 《吉祥文莲花楼》 男主出定诚意也不足为奇 但是看到原著中男主的人设 网友也不免感慨一句 简直是为诚意量身定作 《吉祥文莲花楼》呢 是一部古言侠情 但又带着悬疑风 2018年作者腾平已年收入2500万 成为第12届中国作家 富豪榜之 网络作家榜 榜单前十的唯一一位女性作家 《吉祥文莲花楼》 男主名为李莲花 被称为人气超高的爵士男主 大难之后 近年梦化 引万千读者追星弃血 书粉对其的评价是 生当如李莲花 该放下的都放下 死当如梅长苏 该守护的都守护 那么李莲花 担着这个大俗季雅男主的名字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呢 他曾是吉祥文莲花楼楼主 二十八岁的年龄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 身高在一米七八到一米八零之间 众生之后容颜憔悴 肤色极白 别的不说光从外形上看 诚意已经满足了一大半 此外呢 李莲花并不会治病 也不会打架 但他聪明鸡鸣 擅长破案 是一名半猪吃虎的高智商碳暗人才 遥想四凤的心机手段 在元朗和后尘之间 运筹帷幄 这个看似清秀的男人 其实心直成熟 智谋过人 既能出演的了四凤 李莲花势必不在话下 这个男主于诚意而言 确实太合适 李莲花温柔善良大之若愚 认识女主放多病后 二人凭借智慧 破获了江湖上多宗离奇鬼秘的凶案 古装探案居从来不缺乏市场 若是能由诚意出演 势必热度更甚 对于探管诚意国偶剧的关注而言 探案剧更是吸引人 目前的该剧影视化势必在行 男主注定诚意 但女主是谁 还未可知